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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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宣傳的重點 誰知一推出之後 即遭受社會的廣泛批評 評語是貓哭老鼠 一方面你趕絕小半經營的老舊商戶 一方面你推動尋找昔日的味道 在社交網站的專業 流言無數 均一致是大罵領會的不人 被一眾網民棄若為 尋味時光變成了一個 尋理老美 最後 這個大型宣傳項目 亦都是爛尾 為何領會的 這麼好的成績 和民意會成為 這麼大的反比 這個正正就是 政府的短視之故 只顧眼前之利益 將香港市民的長遠發展 是棄之不顧 以市場原則 領會作為一家上市公司 依商業形式運作 以股東利益為上 以盈利增長和股價升風為目標 但是不可以忽略的一點是 領會所管理的絕大部分地方 原來都為公產 而房屋條例亦都定明 政府是有責任 為屋村的居民 是提供合理的生活所需 就此言言 領會的成績 完全不能夠符合一眾公屋住戶之所需 在面對市場目標 和社會責任兩難之中 領會只是追逐前者 而放棄取得兩者之間的平衡 這個領會的責任 是實不可以推卸 但是需要為這個負上最大責任的人 我們覺得是香港政府 和一眾支持這個方案的政客 多得他們的短視 將佔有全港零售面積 約十分之一的公共屋村商場 斷送於財閥 追逐利潤之手 其實 當年反對出售領會者 議員 一早已經和大家說了 會有機會有這個惡果 只是那群急攻近利的官員和政客 以一時的股票之利潤 蒙騙香港市民 使得輿論是一面倒 傾向支持出售 造成今日 在屋村居民 是要吃這個苦果 回購領會其實不是第一次 在我們這個立法會提出 早在08年的時候 亦都已經提出過回購 百分之二十的領會股份 當時亦都在分組點票之中被否決 今日再次提出回購領會 是因為政府從來都沒有承擔過這一行責任 政府完全是漠視了公屋居民的需求 是領會有餘 以潑之水 揮之不顧 連去面對問題的勇氣都沒有 更旺論是實際行動 著手解決領會問題 其實回購領會 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權 只是其中一個方案 亦都可以說是第一步 與此同時我覺得 亦都好像陳婉嫻議員那樣說 要有其他的輔助 例如增設 街市市集 重建一些公營商業設施等 從兩方面著手 如果政府成為領會單一大股東 仍然未能對其管理層起到制衡作用 而又未有妥善方法完全回購領會 亦都應該盡力嘗試引入其他競爭 以平衡社會所需 面對過去的措施 是需要勇氣 無論是特區政府 還是當日投贊成票的議員 希望香港政府 不要再逃避這個責任 正視社會上面 居民的訴求 本人僅知陳詞 有否其他議員要發言